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取运注意事项 很多人他在知道他的用神以后 他要利用生活来取运的时候 他会犯了一个太过极端的这一个错误 他需要水 他不需要火 他就会把水大量的用 恨不得 他的生活百分之百都是水 然后只要碰到火 他就觉得会害死他一样 根本都不能碰到火 这种情况 他会变成是一种命理神经病 太过极端 毕竟来讲 金木水火土 在生活里面我们都碰得到 避开不了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 你八字的用神占你的生活6到7成 其他3到4成的 这一个五行 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不要去当一个命理神经病 只要你的用神大于忌神的这种状态 其实基本上运程 他就会维持的不错 而不会走到最差的那一种情况 所以不要当个命理神经病 所谓的用神叫你多用一点 忌神只是叫你少用一点 而不是不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